在今天我的网路上 我就稍微看一下 我就有看到 有人就说 他帮人家看了八字以后 他看出来说 这一个人他在什么时间点 他的身体会不好 IL 陈建民你们好 然而他看出来了以后 他就很喜欢 就是叫人家去行善积德 那各位 很多人都有一个迷思 就是行善积德 可以解恶 各位 行善积德可解恶 在座各位 你们是否认同这一句话 我们的神话班长 给神话班长拍拍手 嘉明兄你好 CY你好 行善积德可解恶 各位你们认为这一句话 我时常会跟各位讲 假如行善积德可以解恶的话 这个世界上就应该没有改命了 这世界上应该就没有所谓的拍鸟 那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行善积德 他是有目的的 你的行善积德是有目的 你是因为知道你命运要转坏了 所以你行善积德 想要改变命运 那这一种行善积德 我只能够说 你是在做买卖 他是没有太大的一个效益 我们要先知道 为什么你的运势会发生作用 各位 为什么运势会发生作用 为什么会有好运 会有坏运 为什么会有这个运势的起 在座各位 你们认为呢 你们认为呢 因为有欲望 神话说的好 说的好 因为有欲望 没错啊 本来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今天我在那边思考 因为我已经学会 双人同品 在想说 大家看老师都看得很烦了 你知道吗 在旁边再来一个 一个比较亮丽外表的妹妹 让大家看 在想说谁比较适合这样 各位赶快投票 要选择哪一个来当老师的助手 这样子 要选择哪一个来当老师的助手 选择神话来当的助手 然后就看到神话在那一边这样子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 本身就是什么 本身就是什么 因为你有欲望 因为有欲望 所以你就会产生了五行嘛 那五行其实他代表就欲望 等我一下 没有关了 SKS你好 是请你来妈的发表你的意见 什么你不想被骂 让大家认识神话 对不对 让大家认识神话 然后请神话 发表高见 FN你好 就是因为人有欲望 五行 你可以把他看作 我们常讲的十神 其实十神就是才关比十印 就是人生的五种欲望 那产生了这一种的深刻现象的时候 那你的一个运势就跟着有所起伏 所以各位 假如你只是为了改变命运而去行善 你的内心没有改变 你内心没有改变 你就算行善积德再多 你也一样改不了运 那为什么行善积德 他可以改变命运 并不是因为行善积德 而是因为你的欲望越来越低 我们有说过八字 其实在一般人身上 他的起伏并不大 那为什么一般人不大 就是因为一般人的生活很平常 不会大起大落 那为什么他又不会大起大落 就是一般人他的欲望其实没有很大 你不要以为你欲望很大 你的欲望只要跟那些大老板比起来 这简直就是小屋见大屋 其实一般人的欲望很小 一般人的欲望很小 那来讲 所以在一般人 来说 他就会怎样 他来说 他可能就在某个部分 他的影响力会特别大 AL 知行合一 你好 就是他比较在意的 有些人一直在意他的一个感情 那在感情的这一块 他的起伏就会大 有些人在意的是钱财 那他的钱财这一块就会大 所以其实 你们就要知道说 还有就是我们每个人 他的注重的点 注重点不一样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运都一定会起伏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就 对财运他并不是那么看重 所以 他财运好 财运坏 其实对他来讲 他就觉得还好啦 还蛮正常的 因为他的心比较没有放在那 然而 假如他这一个是 他很看重的是他的桃花 可能他财运不好 他其实他不在乎 可是可能 他的他很在乎桃花 他是个女生 他是个官运 他可能官运稍微的一点起伏 他就感受特别深 林梦宏你好 所以各位你就要知道说 其实为什么 虽然很有可能相同八字 但是相同八字 这一个人他的欲望不一样的时候 其实 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感觉 我们之前有说过 慰藉不一样 他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 第二个就是 他所着重的点 不一样 他所着重的点 不一样 所以 很有可能某些运 他的起伏 他并不重视 所以他不会觉得那是好运 他也不会觉得那是坏运 但是他很重视某些运的时候 他就会感觉那个是特别好 或者是那个是特别坏 各位你就会知道了 我们假如你想要改变你的命运 你假如想要改变你的命运 来讲 假如从宗教这一块 他就是叫你降低欲望 所以你降低欲望 当然是可以改变命运 但是降低欲望 他会有一种情况 因为你降低欲望 你的五行起伏就不大 五行起伏不大 那他就会产生一个情况 好运 也不太明显 坏运 也不太明显 所以 为什么 佛祖你去帮他算命 其实无法算佛祖 因为佛祖来讲 他就是世间万物 他看 他看在眼里都是一样的 他不会有所谓的起伏 所以在不会有所谓的起伏的情况下 你算他的命没有意义 他也不觉得好 他也不觉得坏 所以 各位你就知道 当你达到那个境界的时候 你就会 你就会 改变命运 各位 你要达到向佛祖的境界最快的方式是什么 各位 你要达到佛祖的境界最快的方式 世间万物都对你不起作用 所以 八字对你 完全都没有作用 死亡的还有什么运 割肉未阴 四大皆空 睡觉 睡觉 睡觉也还好 你可以睡整天 跟各位讲 要如很快 要跟佛祖一样 很简单 他妈的撞一下变植物人就行 植物人就是跟佛祖一样 所以植物人有运势吗 完全没有任何运势 躺在那里而已 他的时间暂停的 各位 植物人 他就是五行完全都没有用的 他的时间就暂停 他只有一个生命维持 其他都没有 所以 要跟佛祖一样 去看看植物人 所以各位 你就知道 请问植物人他有什么运吗 他没什么运 他没有任何运 财运也没有 官运也没有 什么运都没有 但是他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人在那 所以各位 你就会知道 你不可能跟他一样 我们人都有七情六欲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你不可能跟佛祖一样 别傻了 慢慢的叫你当植物人 所以各位 做善事会解恶 他其实是降低欲望 他是降低欲望 降低欲望 他只是让五行的作用没那么大 好运也不会那么大 坏运也不会那么凶了 你假如是身为现在人的话 哎呀 我要养家活口 我又不是看破红尘 对不对 我是活在这个社会 那你要怎么做 其实 在八字就跟你讲用神的概念 了不了解 用神的概念 用神是一个路式的一个概念 用神是一个路式的概念 也就是说 我希望透过用神 来帮我 最少有运的时候 多加几分 没运的时候 不要让我走到最差的那一步 所以 在命理里面 就不会讲行善积德 各位 很多人会把命理的改善 跟行善积德 挂在一起 其实那是一种消极的行为 那是消极的行为 而且 一般人 他是抱持著 我要改变命运而去做的 他就会觉得 他只要没有效的话 那我还要做什么 很多人都这样 没有效我还要做什么 所以 他 就会让很多人 反而 没办法脱离宗教 了不了解 因为毕竟就平凡人嘛 欲望还是主导的你 假如是欲望主导的你 那就只好把你的用神多多的用在自己的身上 把你的用神多多的用在自己身上 让自己最少能够加运 好运的时候多加几分 坏运的时候不要那么差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 做善事解厄运